你不想要去 主归如此捉弄奴才 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位列平等的臣子一礼相待 乃我朝礼仪所在 主归无措 你让朕如何斥责他 皇上有所不知 他是因为见皇上恩宠奴才 心里不服 不过开个玩笑 大可不必在意 你回到家中沐浴一番 身心两清 也就一了百了了吗 对对对 皇上说得极是 尽管奴才这个恶情难以咽下 但是为了皇上奴才绝不和他计较 好了好了 你既然对主归如此怨恨 朕这里正好有他编的一本书 你拿回去仔细研读 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 你尽可以痛假批驳 朕明日前庆功等你回话 奴才尊 奴才尊致 奴才尊致 奴才 告退 这简直是恶毒 恶毒啊 你这是老不要脸 他把他自己和王杰分为君子 你我岂不就归入小人之恋 他这是变成放在皇上面前参咱们的本啊 最难办的还是皇上啊 他有意宣扬这部书 要把它作为阿哥贝勒们的必读之书 还要发给每位大臣一本 让他们仔细研读 奋为座右铭 何大人 这个时候 您可得挺身而出 我怎么挺身而出啊 您劝皇上不要广发此书 更不能让阿哥们读 蠢 您也不琢磨琢磨 这套书里头 我写着皇上的诗文诏语 你现在阻止皇上发布他 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这老国贵 他把他的恶毒语言 依附在皇上的诏语后面 真正是老金巨华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总不能眼巴巴地看着 这个老猪龟 肆意欺负吧 说实话 原来我最讨厌的是王杰 现在我明白了 其实最难产的是 这个老而不死的猪龟 像当年我那么敬重他 可向尔金呢 他如此地整治我 让我怎么能不恨他呀 我们找他个毛病 参他一本 没用 关键还是皇上 按说 皇上是弃重我的呀 信任我的呀 大士小琴是他用着我的呀 可他怎么偏偏有宣扬啊 这不跟我处处作对的书呢 朱贵编的这本新书啊 朕月后颇有感慨 为是王公大臣都能从中受到教义 朕有意广心看法 各位爱卿有什么见解啊 皇上 臣以为书是好书 若能删去朱贵的注释 就会好上加好 朱贵的注释 乃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即使不忍促毒 朕也以为不必删去 起码可以做个参考吗 皇上说得极是 朱大人的注释应该公诸于天下 何爱卿 您有何见解 不妨向各位大臣说一说吗 印发朱大人的注释是大有益处的 古人说得好啊 鸳鸯秀了从教看 莫把金针杜与人 民间还有个说法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啊 是说做师父的 应该把看家的本领 紧紧攥在手里 不要轻易示人 而朱大人呢 辛辛苦苦的 把自己的毕生心得整理出来 不仅不藏 还要传授给我们 我们岂有拒绝的道理啊 我们不仅不能拒绝 而且要以朱大人这种 废寝忘食 努力忘我 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细节为楷模 仔细研读圣贤之书 以德行礼仪引领天下风气啊 说得好 嗯 说得好啊 和尚这些话 让朕拿定了主意 朕这就班照 把朱贵编的这本书呢 视为治国方略 不仅二哥们都要认真学习 就是各位大臣也要认真系读 皇上圣名 皇上圣名 和尚 朱贵 臣在 你们两位辅佐有功 朕今日就着生你们同委 文华殿大学士 臣 谢主隆恩 奴才谢主隆恩 好了 起来说话 谢皇上 请有此理 退朝 和尚 随贞 南书方说话 这 看看吧 刚从甘肃来的 皇胆王奸粮案结案 甘肃大小官员涉案颇多 拿下者十有六七 等于一个省的官员从上到下都烂透了 整肃甘肃官吏任重而道远 朕让你来就是想问问你 现在派谁去做陕甘总督最为合适 奴才以为当前情形 李世遥出任陕甘总督最为合适 李世遥不是与你不合吗 皇上是问谁出任陕甘总督最为合适 并没有问与和尚不合者 适不适合做陕甘总督 因此奴才以为李世遥是最佳人选 既然这样你给朕一个理由 甘肃立正崩坏殆尽 不出重拳不能力挽狂澜 李世遥办事素来老辣 担当此人必有剑术 和爱卿外举不必仇 让朕哪也觉得没有看错了你 传朕的口语宣李世遥觐见 慢走您 您给阿哥们这堂课上来也太晚了 您慢点上去 好 走 走 走 老辣 你快去看看 这个马车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啊 就这一条路 嗯 通向银库 银库 从银库拉什么东西出来啊 从银库拉东西干吗不白城拉啊 走 快 跟这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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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 义父 义父 您在这儿站的都快一天了 什么都没吃呢 我给您买点包子趁热吃吧啊 小心烫啊 好香啊 义父啊 您在这儿看见什么了吗 俊仙 你说啊 你呀 这不不是 有过曼西国的呢 看见了吗 看到了 你到这儿去打听一下 你 你问问他呀 这家是干什么的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来的 他们跟这宫里头都是什么关系 听明白没有 知道了 装得很随便的样子 明白了吧 好 去吧 你拿着吃吧 嗯 义父啊 义父 我都帮您打听了 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保定商人租下的房子 别的就都不清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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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啦 嗯 哎呀 这个地方还真是有点怪啊 嗯 冰雪啊 你义父啊真得下着功夫 嗯 好 啊 你 赶紧回去睡觉子 晚上我和你来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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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仙 举仙 快 给我拿件衣服来 义冯 义冯 外面刚下过雨 您不能再出去了 不行 我一定要去 我要看看他们从宫里 到底弄出些什么来 来 您坐着坐着 一下雨您的喘病就发作 夜风一吹就更不得了了 这点病挡不住我 我一定得把事情弄清楚 您往那一站连揣带壳的 早让人发现了 还差什么差呀 那 那怎么办 我忍着 看您如此上心 只好我去了 我去 你去 你去 也好 你可小心点 我一个大活人 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您放心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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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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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死你 抓住他 二姑娘 我和尚自从有了你 简直是如虎添翼啊 要照这样干下去不出半年 苏玲娥的漏洞就能补上 弄好了 我们还能大赚他一笔啊 行了吧 别嘴巴上说来说去的 听都听力了 老爷啊 若是真觉得我事情办得好 那就给我来点石的 石的 我早给你备好了 你来看 这么好的宝贝呢 那我也要有吗 我是特意给你的 可是好东西只赏给我一个人 你就不怕风月要多新啊 给他送一对吧 要不我也带不出去啊 不是我不送啊 他是没这个命啊 你说啊 嗯 我每送给他一样东西 他都要刨根问底 非要问清楚这件东西的来历不可 你知道 有些个东西啊 没法说清楚 哎 经老爷这么一说啊 我倒有了疑问 你说这对宝贝 有没有什么来历啊 那当然有啊 那老爷能不能告诉我 他的上一个主人是谁啊 李世遥 李世遥 那不是老爷的死对头吗 他怎么前空倒转 反而给老爷送起礼物来了 你说的这都是老黄利啦 不错 我是整过李世遥 而且把他下了大狱 差点还要了他的命 可是我敢整他 就敢拉他 甚至可以这样讲 我整他就是为了拉他 现在李世遥他得感谢我啊 为什么呢 前些日子 我在皇上面前 举荐他当陕干总督 皇上答应了 你说他能不谢我 现在啊 他把我当成大恩人了 这就是他送的 孝敬我的 老爷啊 不仅抢钱也有一套 我看着整人更是技高一筹 什么话到你嘴里这么难听 说起来也是这么回事 否则 李世遥 傅昌安 也能为我所用啊 这普天之下 整个我合身的 龟里包罪就俩人 谁啊 一个是当亲皇上 另一个呢 就是你长二姑啊 你给我说清楚了 我怎么整你了 你怎么忘了 当年你为了给恒春报仇 你绑架过我 差点要了我的命 还说没整过我 咱们呀 那脚步打不消时 有道理 你也不整我 我怎么得到你啊 你现在还能坐在我的怀里 是 谁整谁啊 谁啊 我 刘桥 有事明儿再说 事急 老爷 急事也明儿再说 拖到明天事儿中麻烦了 一条时候 行了 行了 醒醒 我说刘桥啊 你的府里干了这么多年了 你懂不懂点规矩 小的懂 只是事情太急了 小的顾不上了 什么事啊 大人 跟老爷说 徐大人小的来 就是告诉大人一件事儿 咱们从宫里往外运银子的事儿 让人给看见了 谁看见了 王洁王大人的老婆 叫什么 哦 局仙 局仙的人呢 叫徐大人给抓住了 阿弥陀佛 这抓住了就好 抓住了就好啊 现场除了局仙 还有什么别人吗 现场没有 那把局仙灭口 就万事大吉 那不成死劲了吗 事情没那么简单 莫非这局仙 背后有人指使啊 当然了 王洁现在长炉晒炎 鞭长莫及 背后指使的肯定是老猪龟 否则局仙一个不安事事的女人 哪有这份鲜心呢 好在徐长春把局仙给抓住了 我去库伐看看 也不能去 这件事恐怕盖不住了 徐大人让晓得请示何大人 现在该如何行事啊 告诉徐大人 尽快把枯营转移 要快 要弄得干净 一点痕迹都不能留 徐大人还问 王洁老婆如何处置 这还用问我吗 徐大人难道连这个事 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吗 去 局仙出面 那以后一定是老猪龟在指使 即使除掉局仙 这件事也保不住 明儿一早 猪龟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奏名圣上 所以 必须在天亮之前 把一切料理妥当 刘全 现在去把复长安给我叫来 是 回来 复长安我自个儿亲自去 你还有更要命的事情要处理 老爷吩咐 房子 是长安鼓租的 所以 一定要消灭一些证据 怎么办法 是 那个房主人是长安鼓 要把房主的一家灭掉 另外 徐长春一家 一口子也不能留 这 全部不留 这还用问吗 现在 我们不这样干 落下的就是我们的人头 好 狠一点没什么坏处 死这么多人 你以为我愿意吗 这是没办法的事 现在 为了保住我自己 只有牺牲许长春啊 愣着干什么快去 好大的事情 怎么办成这样了 你主意还是好主意 只是这件事 让徐长春给绊砸了 可是 我不想死那么多人啊 徐长春办事不理 落得家暴人亡 也是咎由自取嘛 啊 好嘞 看见剧情了没有 我站在动作晚上看了半天 一个人影都没有 上哪儿去了 走 再找哪个鬼地方看看去 走 何神啊 这是要谢母杀侣 想让我徐长春 做第二个苏林哥呀 我徐长春启示第二个苏林哥呀 你让我往火坑里跳 我还要把你往火坑里推呢 来啊 带身这些酷烟 咱们走 大人 那女人怎么办 何大人可是让您处理掉的 这个事不能听她的了 这个女人是我们一起的 一张王牌 带上她 一起走 小的明白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走 放开我 放开我你们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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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姑娘 大人 留下一箱苦银 是 你跟我玩婚的 我也不是吃素的 等这箱苦银 到了皇上的面前 和珅呢和珅 我叫你吃不了 兜着走 快点 走 放开我 承转归 快走 快走 爹 爹 救命 爹 巨蟹 快 快 爹 快走 哪里都 别跑 别跑 你们想干什么 走 什么话 居仙 你是什么人 竟敢如此胆大妄为 去你的吧 老公司丹 你 你 你好大的胆子你 居仙 居仙 快 郭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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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郭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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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放进来 快 走 进去看看 是个仓库 啊 是个仓库 那是啥巴 这高点 这些人好大的胆子 他们竟敢偷国库的银子 简直是无法无天 你们竟然偷到朕的身边来了 竟然偷到朕的头上来了 你们这些大臣是这么当的 何臣 你身为内务副总管 徐长春又是你所保健的 发生如此大案你可知罪 皇上 徐长春放下如此滔天罪行 奴才的确有失察之过 胡说 朕怀疑你与徐长春的内外勾结 狼狈为奸 皇上 奴才冤枉 奴才冤枉 当务俱在 你有何冤枉 来人 把和珍打入死牢 在逐到徐长春之后一并受刺 皇上 奴才冤枉了 盗室苦因纯粹是徐长春一人作为 奴才命不知情 奴才冤枉和徐长春当面对治皇上 皇上 何事如此的狠毒 害我徐长春一人也就罢了 竟然杀了我的全家 你此仇不报 我事不为人 大人 你女的怎么办 咱们带她自处逃避 太不方便了 不如 不 这不起 我现在正要用 我 我要带着她 去长途去见王杰 作为监面礼 好 我要做证人 把河珊的罪状一条一条地输给王杰听 和珊 你这一回 我一定要你的命 我心里晚了一步 胡长安 李长春 贼心不死 设计害死何大人吗 和珊阴陷毒辣 天灵不容 早晚他不得好死 下去等他吧 你干什么 我敢奉旨捉拿亲犯徐长春 正好 我要面前皇上 我还不想见你 为什么 我是亲犯哪 我为什么不能见皇上 因为你死到临头了 你别神情活泄 你别神情活泄 诸咒为念 绝没有好下场 前有苏灵阿 今有徐长春 下一个就是你傅长安 长春 你敢咒我 来人 送我车上路 走 走 我要见皇上 我要激发和珊 走 我陷入阴王的 我讨苦因 是和珊叫我干的 和珊这王八蛋 我冤枉啊 是和珊叫我干的吗 你死到临头了 还说那么多态 我心探传妖狐 走 走 大人 这件怎么办 还用说吗 他们什么都看着 都比他们有什么用 是 大人 还有个女的 是菊仙呐 没想到没想到啊 你看看你这小脸脏的 菊仙 我救你 怎么谢我 你这是什么鬼 才死的这么鬼 账王杰 好 那个衣服如鬼 现在搞得朝廷鸡犬不宁的 见得又嫁上一个女啊 为你你死了这么多人 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吗 王杰和朱贵 今天想要这个人的命 明天又想要那个人的命 我服传的命都差点 让他们拿去了 我今天 要是去青年是什么滋味 我可以 你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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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母亲 皇上在奴才感到之时 徐昌忠已经畏罪自尽了 过他偷窃的酷疑 已经细数追回 这才现场发现 徐长城的告白书 朱大人 居仙可曾救下 朱大人 我十分想救居仙 可是等我赶到之时 却发现他 居仙怎么样了 被徐长城杀死了 大人 没事吧 多好的徐仙啊 这 这 这让我怎么向方前交代 徐仙虽是一女子 但卫国尽忠 勇气可嘉 朕封他 入室终列祠 臣带去先协助隆恩 朕读了 徐长城的告白书之后呢 觉得和珅在盗窃酷银案中 并无太多的感性 现在徐长城杀死了 现在徐长城已死 如何处置和珅 朕想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和珅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偷窃 但是 和珅身为内务府总管 徐长城又是他推荐的 徐长城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 和珅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况且和珅平素 行为不断 言行不一 口是心碑 老臣以为应该借这个机会 严惩不淡 已经效尤 皇上 臣以为一人做事一人当 和珅既然跟偷窃酷银 没有直接的关系 依我看 应该从轻法罗 只有依法之罪才能服赢众臣 偷窃银酷案 和珅难辞其咎 但罪不当诛 朕即日起将其官职悉数罢去 明其在军机处行走 并伐风两年 不得实录 你们意下如何啊 皇上圣明 皇上圣明 二公 老爷 二公 老爷 你受苦了吧 二公 我和珅能够从简天日 全靠你四处握旋啊 这都是老爷您的福分 若不是老爷这么多年来苦心经营 若不是这回啊福长安鼎力相助 我朝二姑也无能为力啊 性命虽然保住了 可什么都没了 官没了 职没了 什么都没了 不怕 留得青山在不怕为柴伤 以老爷您的能耐 不出一年半载 咱们损失掉的一切 统统都夺回来了 只我这二姑爷 对对对 你看我可是今天落魄了 可是我过不了几日 我还是皇上面前的红人 先让主鬼王节他们高兴两天吧 我先歇歇 歇好了再跟他们斗 不仅要和他们斗 还还把咱们损失掉的一切 都给我夺回来 走 回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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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倒退下去吧 你还不退下 老当地壮 精神绝术 你让壮年 滚 你给我滚 来人哪 朕把积文拉在尚书房了 快去 给朕拿来 诸如 王大人 王大人 刘公公 怎么回事 就是我的命吧 到底怎么了 朱子去了太庙 说是写了一篇记文王大了 让奴才去找 奴才怎么也找不到 朱子这回就要砍奴才的脑袋了 皇上去太庙了 怎么大家都不知情呢 皇上为何事祈祷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这样吧 刘公公 来来来 您先请起 请起 请起 一者呢 我眼下正在当职 实在难以脱身 二者 皇上最近肝火甚旺 所谓何事我也揣摩不清啊 当然 这么说 无法救奴才的命啊 不 我还没说完呢 您怎么忘了何身何大人啊 普天之下 若说能救你的 恐怕也只有何身何大人了 多谢他能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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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 你哭什么啊 莫非善善 尚书房就这么大 公公都找遍了吗 主的这两天闭门得处 每天都在写写画画 奴才又不识字 如何找得到 皇上没说那继闻是为何事而做 好了好了好了 你先退下 我再仔细找找 何歹 这可是皇上的书房啊 我知道 皇上的书房 万人不得善入 你是指吴醒兰吴大人吧 没关系 出什么事我担着啊 怎么样 开演了吧 这就是皇上的书房 我来查查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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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全师 不定哪个官 可要倒霉喽 这 这可是皇上的手艺啊 不知道 没关系 这两年圣上的 记不得你多事了 何大人 好了 甭费那个事了 把这个拿去给皇上 何大人 这 这可是您写的呀 咱们本官写的不是汉字吗 好了 好了 我陪你一块去 啊 他来了 不关系 这样子 还是没有了 可是我们把那amps 老师 丁一下 快坐 快坐 听说皇上又去太庙了 今年 也不是第一次了 这又不是节 又不是年 这太庙干什么 还能为什么 还不是祈求列祖列宗保佑 让我父皇永延地做 为天下百姓多造福几年 老师 学生说的不对吗 总 là 体面